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现在来进到一个新的单元 这个单元书上它是安排在第五章 好 待会我们在这个地方讲 好 我把它叫做不定形式的极限 好 什么叫做不定形式的极限呢 我们这样来看 我们曾经考虑过 我们先前曾经有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定理 还记不记得这个的极限等于多少 好 我们说这个 这个极限非常重要 对不对 在我们才谈到这个多少 这极限是多少 这个极限为什么会是0 我比很久了 就比在这里啊 这个呢 这个就是0 对 好 我们现在来 为什么它叫不定形式 因为limit趋近于0的时候 为什么它叫不定形式 我们做一个说明 来 我们可以看limit x 趋近于0的x 它等于0 limit x 趋近于0的sinx 它也等于0 好 limit x 趋近于0的1-cosx也是0 好 来 我们现在的话呢 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形式是什么 当 x 趋近于0的时候分子分母都是0 你不能带进去算 对不对 我们说如果这些极限是存在的时候 我们直接带进去 可是现在不行 那同样是一个分子极限是0 分母极限是0 可是它呢 合起来的极限是1 这个地方呢 分母的极限是0 分子的极限是1 可是它合起来极限是0 所以为什么它叫做不定形式 也就是说 当 x 趋近一个特定数的时候 它是0分之0 可是它们算出来的极限是不一定的 好 所以因此呢 我们就把它命名叫做不定形式 那么这不定形式呢 我们叫做indeterminate form 那为什么不定嘛 im嘛 Determinate 好 我们知道determinate是确定的嘛 那现在呢是不确定的形式 不确定的形式 好 那我们要处理这一个 之前呢 我们要先讲一个引力 我们来证明它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定理5 定理5 我们叫做广义均值定理 还知道什么叫做均值定理吗 平均值定理 好 我们这样写 extended 拓展的 mean value theorem 好 我用大写好了 好 我用大写好了 好 我们曾经讲过什么 我们曾经讲过 维分型的均值定理 积分型的均值定理 那我有讲过 积分型的均值定理呢 会比较容易 把这个 定理表现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这里讲 均值定理 本来是一个函数 现在广义均值定理 现在广义均值定理 广义均值定理 广义均值定理我们 提到了两个 设FxGS均 在 在 这一个 AB上 这个开区上可为 好 它在这个开区间上 且在B区间上连续 这个地方呢 我们以前都是写 写在这个 好 那么我们的平均值定理怎么说 我们只是说一个F 现在有一个G 平均值定理怎么说 如果一个函数 在一个B区间连续 在扣掉端点的开区间上可为 的话会是怎么 我们说会有一点C 我们会有FB-FA 的B-A 会等于F'C 我们是不是这样讲的 C在AB的中间 好 那这样子 有 有 我们知道喔 这个G'不能等于0 因为我等一下呢 要写在分母 对所有的X属于AB 因为它在这里面可为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则存在 一个点C属于AB 使得 好 那我们当然啦 我们在这里 还是要再加一点 G of B 不等于G of A 不然的话会有点毛病 好 好 那当然呢 这里呢 我们要要求 G of B 不等于G of A 反正有分母 都不能为0 那我为什么要G'C 不等于0 我不先写呢 因为啊 在这里G'C C 是属于AB之间的 那我只要知道 嗯 G'在这里已经都不等于0 所以我就不用再写了 好 那这个当G of B 等于G of A 等于0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拉开 我们写成成的 那就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个呢 我们证明 有同学说 啊 这证明不是很简单吗 你存在一个C 属于它 那我也有一个G of B 减G of A 除以B减A 也会等于G'C 啊我两个式子一除 不就得正了吗 可是这个证明不能这样证 为什么不能这样证 因为这个C是存在的 它C是属于AB 君子定理 对F找到的C 跟对G找到的C 不一定一样 好 这里虽然都用C 但是它的C 跟它的C 是不一样的 因为 他们家找到的 跟他们家找到的 不一定同一个点 但是我这个 广义君子定理说 我一定可以找到 同样的一个点 好啊 那所以在这里的证明呢 就要有一个技巧性喔 这个证明也很简单 我另一个Hx 等于Fx的什么 G of B 减掉G of A 然后呢 来减掉G of X 来乘上F of B 减掉F of A 好 如果是这样子 那X当然也会属于AB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则我们会有H of X呢 它会怎么样 它在AB连续 有没有 有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这两个常数来乘上这个 所以变成 你假设它是一个C 一个Kfx 一个Lgx 那连续函数 乘长数 减 连续还是还是连续 而且呢 它也在怎么样呢 端点去掉的地方 可为 好 不仅是这样子 我们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H of B 会等于 F of B 乘上 G of B 减掉 G of A 来 减掉 G of A 来乘上 F of B 减掉 F of A 这个式子会等于多少 好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这样看 我们消掉两个 F B G F B G 哦 不是减 应该是加 sorry 好 F B G 那 F B G B 是留着 然后F A G A是留着 它会是F B F B G B 减掉 F of A G A 然后我们来看 那H of A 是什么 H of A 这里就是 F of A 来乘上 G B 减掉 G of A A 诶 等一下喔 我是符号弄错了吗 应该是减 没有错 没有错 减掉 G B F B 我写错了 这里应该是减 没有错 这一个应该是B 所以呢 F B G B 消掉 所以留下 F B G A 所以 所以这里是减 这里是减 F B G B 消掉 所以这里会是F A G B 减掉 F B G A 好 所以呢 这里要减 G of A F B 减掉 F A 好 那这么一来呢 它会相等 这里呢 是减掉 这两个F A G A 消掉 所以它变成是这一个 F A G B 减掉什么 F B G A 好 那这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什么 这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 G怎么样呢 HA 等于H B 好 我们是这样讲 好 那如果HA等于H B 的话 接着下来呢 它有等高嘛 所以我们现在有均值定理的特殊定理 叫做Rawes定理 存在什么 使得它导数等于0嘛 我们用的是Rawes定理 C属于AB 使得怎么样 H' C 等于0 一定的 那H' C 等于0 我们刚写完了 那我们又H' S 是什么 这个导数 H' A X 这个是常数 这个是细数 不要动它 这个也是细数 不要动它 好 那又H' X 等于这样子嘛 那 如果H' 如果这个H' C 等于F' C 乘上G of B 减G of A 减掉G' C 乘上F B 减掉F A 如果这个等于0 而且 这个分母不为0的时候 折怎么样 除过去 如果这个等于你这一向过来嘛 然后再把它除过去 好 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得到的C点 是同一个点 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们利用 这一个组合出来的 我们找到同一个C 所以你不能直接从那样 那样证出来的C 它不会是同一个C 所以那样的证明方法是错的 好 好 那这个广义均值定理 它是用来 当两个函数的时候 那它 当然呢 在我们初等为积分里边 我们介绍这个定理 只是要用来证明 底下的那个不定形式的 极限 我们用这个来证明不定形式的极限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 定理6 定理6我就要想要这边来 我们来谈谈不定形式的极分 的极限 好 这个定理6呢 它有一个名字 其实它这里应该是有两点的 应该是L的后面 我们要把它加一配S 好 这是人民 然后变成形容词 好 那我们看也知道这个人 看到这一个字 这是他的名字 你觉得他是哪一国人 看不出来 看照片也看不出来 他是法国人 他是一个法国的数学家 好 那这个字怎么念 因为法文嘛 很麻烦 对不对 又没有修过法文 怎么知道他怎么念 这个字 这个字 跟一个字很像 对不对 跟Hospital很像 但是呢 它没有S 所以你千万不要念Hospital 因为它不是 然后呢 在法文这个H 是没有发音的 重音在后面 所以这个字念成Robita 所以有人换成Robita 那你都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不去翻它 它就是Robita rule 好 好 那个H是没有发音的 那你不要把H发音中间 把它加一个S进去 当然没有那个S 好 那这个法则怎么讲 好 我们还是一样 假设Fx Gx 均 在这个AB连续 现在开期间AB连续喔 好 而且呢 可为 两个条件 因为我们不要管端点 我们不要管端点 我们在开期间 它是联系可为 如果是C 我应该这样讲 好 好 C是AB的一点 好 它们都在C以外 我要去掉那一点C 就我刚刚讲的那个0嘛 连续且可为 连续且可为 如果 Limit x x 趋近于C 得Fx 它两个都是0 如果这个极限它是0 0 且这个存在的时候 这个极限存在时 好 如果它都7.0 但是这个导数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条件 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好 这个 它就会正好等于 好 会等于x 趋近于C x 趋近于C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因为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0分之0的不确定形式 indeterminate form 我们刚刚讲的嘛 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 当它的导函数 这写错了 Limit 如果这个极限存在的时候 那它的极限会相等 好 那这个呢 我们把它证明一下 好 那因为x 趋近于C 所以呢 它会很 很接近它嘛 很接近它嘛 因为x 趋近于C的fx 等于0 嗯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件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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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写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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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写好了 好 好 好 因为它没有C 好 它没有C 那s小于C的时候一样嘛 好 好 那我们说 那我们有广义均指定理 我們會知道怎麼樣 存在一個點T屬於CB 是的 fx 減掉 fc 的 gx 減掉 g of c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 f' t 除以 g' t 會是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 imply 是什麼 Limit x 趨近於 C 時候的 fx 的 gx 因為它會趨近於 0 它是連續 因為 x 趨近於 C 的時候它等於 0 所以它就等於 limit 因為 T 界在 x 與 C 中間嘛 當 x 趨近於 C 的時候 T 就會趨近於 C 的 好 那這個我們可不可以把變數換回來 好 那我們在這裡住 因為呢 Limit 因為原本我們 G of C F of C 不一定有定義 F of C 不一定有定義 F C 則這個時候呢 Fg 均在 C 又連續 我們可以定義 好 我們可以定義它 我們可以定義它等於 0 因為它不一定有定義 所以這個時候呢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 X 這裡我加個 0 好 那同理 好 那同理 X 小於 C 時 它會有定義 它會在什麼樣呢 它在 A C 連續 C 且可得 X 近於 C 負 好 那我們可以定義 好 那我們可以定義 當 X 起近於 C 的時候 這個 F prime X G prime X 存在時 這兩個就相等了 這兩個就是一樣 好 不對 錯了 這樣不會對 好 所以它會等於 如果它存在的時候 好 那我們做完了 在定義的證明中 在定義的證明中 我們可以證明 兩個單邊極限的時候 都成 0 在定義的證明中 在定義的證明中 都成為了 即便存在 這個點要分清楚 它不保證這個東西 它會等於f'c除以g'c 有些時候是 有些時候不是 為什麼不是 因為它可能還是0分之0 然後呢 我們3 這個lobita法則 為什麼加s 因為它有很多 好 我們是固定一點c C是有限定的 但是事實上來講 我們也會適用於 它是無限大分之無限大的 也會等於這個的時候 然後第四 x7 我們剛剛講的是0分之0的時候 這個時候也就告訴我們 它是一個無限大無限大的不定型 就是0分之0跟無限大分之無限大 這一些都是我們常講的一個不定型式 講了這麼多 講了這麼多 重點你還是想要怎麼看立題嗎 這個到底哪來幹嘛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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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前面的例子 我們來看前面的例子 因為這個0存在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雙邊極限 如果它只能夠適用於單邊極限 那也OK 好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剛開始在講不定型式的時候 就舉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Lobita怎麼做 因為我們以前在正這個的時候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用了三角函數的圖形 用了甲體定理去算出它的極限 但如果我們用Lobita 這個會很好做 Lobita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它這個方法很好就是說 當它分子分母的時候 你把分子跟分子 分子對子業為分分母為分 而不是把整個分式拿去為分 你要弄清楚的 它是F為乘F' G為乘G' 但是你這裡不能寫F'CG'C 那樣寫是不對的 除非它連續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條件 我們沒有這個函數連續的條件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Sine X為分會得到什麼 X的為分得到1 好 那你做完為分以後 這個是不是一個可以算極限的 這個極限存不存在? 存在分母是1 一旦到分母是1的時候你就OK了 因為它是等於什麼 1分之1等於1 對不對 Lobita告訴我們這樣做 好 我們再來看這個 Cosine 的微分是-Sine 它變成Sine X它變成1 所以它帶進去色了 有沒有 所以這樣做很簡單 我們之前有很多求極限 我們在之前告訴你我們求極限 但是呢 你不可以用Lobita的方式去做 如果你要用Lobita如果去做的話 那當然就會很簡單 對不對 好 無限大的時候也可以 我們之前是不是有告訴你做這個式子 我們做這個的時候 我們說我分子分母同時除什麼 同時除分母的最高次項對不對 可是現在呢 X7的無限大 這是無限大 無限大 那現在呢 我們來看喔 這個Lobita的不定形式 標準的兩個不定形式 最基本的這個不定形式叫0分之0 對不對 0分之1 但是它已經有極限的時候 你不要再圍下去 你圍下去會圍下去分母等於0 那你說無限大 那不對喔 這個地方是一個無限大分之無限大的form 那我們這個 我只是說它是一個這樣的形式 我並不是說我可以帶進去 無限大分之無限大 因為你帶進去你就做不了了 Lobita告訴我們怎麼辦 6X對不對 它微分叫2X加1 這裡還是繼續無限大分之無限大 那Lobita可以怎麼做 繼續做嘛 做到它 有 變成一個確定形式就可以了 你看喔 這裡是6 所以 微分是2 微分是2 然後它就等於3 它已經確定形式 欸有沒有跟我們一樣 我們說過 當它同次的時候是最高次向係數比 欸真的1分之3就是3 這是Lobita的結果 也是這個樣子喔 好 所以呢 我們接著下來看 我們用Lobita這個法則來算 這個不定形式的極限 欸它真的有很方便喔 好 例25喔 我們書上有一些例子 我們就直接來求下列各極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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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bita x 確定於負無限大喔 嗯 這個其實是不大喔 好 這個就不用了 這個我們搞過了 好 我們來看這三個 好吧 好吧 書上這個例子喔 第四個 好吧 書上這個例子喔 第四個 這個好了 好 這是最簡單的 它也沒有任何的變形 那我就很快的寫一寫 好 我們可以看x 趨近於0的時候 它是一個0分之0 因為它是1 所以它是0分之0的情況之下 我們極限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利用羅幣塔 我們利用羅幣塔怎麼做 來 分母微分是1 當你看到分母微分乘1的時候 我們大概結果就有了 這個微分叫做1的2x再為個2 但是你這個-1微分是0 常數文 你不要在這裡再-1 好 那x 趨近這極限有沒有 有 它就是1分之2 好 因為1的0次方已經有了 所以它等於2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形式 這個是一個x 趨近的負無限大 我們不要管正號 它是無限大分之無限大的形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用羅幣塔 我們可以利用羅幣塔告訴我們 它微分2x 這個微分我們做過很多次對不對 -1 好 微分以後 它還是無限大分之無限大分 我們不管負號 正負號有答案的時候 我們再加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繼續來 繼續用羅幣塔 好 我說我這個是什麼 我這個是因為羅幣塔 這個也是因為羅幣塔法則 我就寫一個L 1的-x 變成2 好 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它有答案了 因為分母趨近無限大分子是定數 它是什麼 它是0 因為負無限大 負負無限大就是無限大 所以它是0 那千萬不要再來這一個 我講過這個不要寫出來 你想在心裡就好 不要寫出來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式子 要嘛你就用說明的 因為分母是無限大分子是2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我們曾經講過的 最高次項其實它是屬於什麼 你知道嗎 它是根號x 它次數比它低 有經驗的 我們上一次做過了 你應該知道這答案是多少 不是U 這答案是多少 是0嗎 它次數比它低 對不對 它次數比它低 所以答案是0 好 但是呢 我們在這裡看 它還是一個無限大分子 無限大的分子 如果我們用了比塔 它是Limit x7進行無限大 來 這個微分是不是 兩倍根號x加1分子1 這個微分叫2x加1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會得到 Limit 我們化解一下再來看看 你不要急著去做 這個兩倍根號x加1 再乘上2x加1 那其實這個你也知道它會等於0 因為分母7進無限大分子是固定 好 分子是定數 好 第四個 x7進行無限大 它也是無限大分子無限大 對不對 不管是0分子0 無限大無限大 這裡是04C4 好 它也是一個這個 所以呢 我們用了比塔下來 x7進行無限大 這個1的x它進得起微分 它微分是這樣子 然後呢 它這個微分叫做2根號x分子1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不要動它喔 化解 我沒有寫L的部分 就是我在做化解的動作 好 那我們知道它是0 好 因為它會去進無限大 好 那再過來呢 我們知道0層無限大的情況 好 我們來看一個例26 好 清楚 一尤 好 か 好 啊 好 好 好 這兩個form 這兩個form 我們知道S7近於0的時候它7近於0 這是一個0乘無限大 這是一個0乘無限大 那這是一個無限大乘 這個地方也是無限大乘0 無限大乘0 好 那這個時候呢 第一個 因為它是一個0乘無限大的這個形式 那0乘無限大的形式 我們呢 可以畫回來那個標準型 0分之0或者無限大分之無限大我怎麼畫 因為這一個啊 我們這樣看喔 這個x logx 你有兩個畫畫 第一個是什麼呢 它本來呢 是0乘無限大 你知道畫以後它S7近於0 先不管符號它會是變成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這樣做 x留著 這個會變成0分之0 分母看這一個 x7近於0的時候它7近於負無限大 所以它7近於0 這兩個選擇你必須選一個 你要嘛選擇把它畫成無限大分之多 要嘛你把它畫成0分之0 那在這裡你會選這一個還是會選這一個 你不要選這一個 因為選這一個會是怎麼樣 這logx分之1的尾分很難尾對不對 是logx的-1 那你會變成 會尾得很難 所以沒有意外我們選這個 啊你說這個尾分 這個尾分沒關係 好 當我這麼一來的時候 我們會畫成無限大分之無限大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lobit 我把它做完喔 這個尾分x分之1 這個尾分-x平方分之1 你坐到這裡的時候呢 你不要停下來喔 你這樣子帶進去 就無限大分之無限大 你繼續圍下去 那你就沒完沒了 記得碰到這裡的時候 我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 我化解 對不對 化解 那你就有答案 好 你一定要做這樣的動作 那第二個也是一樣 我也是把它畫成無限大分之無限大 好 這樣子 這樣子我就可以做 好 這個是無限大分之無限大 這個畫成這樣子因為合理嘛 我把負的拿到分母來就好 好 那它還是無限大 好 我們再做一次 記得喔 做到有答案的時候呢 就停了喔 好 你不要再一直圍下去 好 我有寫一個L的 表示這個等號就是lobit 我們休息一下 再看 好 我們休息一下再看 感谢观看